圣约灵修 今日读经 耶利米书42-45章 故乡已沦陷 何处可安生 作者黎兹虎传道 南国犹大终于在西底加执政时亡于巴比伦 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应验 先知的地位被确立 犹大人似乎还欠先知一个道歉吧 不过 先知大度 不要求道歉 也不在乎一个道歉 只是以后要把先知当先知 还有 以后不要再下淤泥坑里了 会死人的 圣城被毁 君王被掠 留奶与蜜之地陷入混沌 巴比伦任命的神长死于非命 接下来 尼布贾尼萨可能要施行种族灭绝了 剩下的犹大人 路在何方 采取民主投票 避难 当然要去埃及 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传 无论是先祖亚伯拉罕 以撒 还有国父雅各 灾难来临的时候 哪一个不是去了富饶的埃及 跟随先祖的教宗 总不会错吧 何况 此时的埃及依然强盛 巴比伦之所以灭尤大 留埃及 不就是因为埃及的强盛吗 埃及 物产丰富 军事强盛 避难者的梦想 流亡者的天堂 还有 今日去了埃及 说不定他日还能从埃及 带出一支军队收复失地 重建家园 像摩西所说的 也未可知 虽然主义已定 有时还是要找先知的 像埃及毕竟是件大事 总要找个理论基础 虽然上帝在《生命纪》17章16节小于先祖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夹天马皮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夹天他的马皮 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 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但如今处境不同 要活学活用神的律法 不能太机要主义了 果然 先知还是那么固执 耶利米42章4节 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 我已经听见你们了 我必照你们的话 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 我必都告诉你们 毫不隐瞒 上帝的百姓 当然要听耶和华的吩咐 众人承诺 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他说的 无论是好是歹 我们都必听从 我们听从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 过了十天 耶利米带着上帝的口谕 留在有大地得福 下到埃及灭顶之灾 他们可能说 耶利米啊 你不但要与君王贵胄反对 连我们这些难民都不放过 结果 和沙亚的儿子亚萨利亚 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 并一切狂傲的人 就对耶利米说 你说谎言 以和华我们的神 并没有拆迁你来说 你们不可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 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挑唆你害我们 要将我们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使我们有被杀的 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原来他们并非真心听从 先知的声音 求问耶利米的原因 不过是要上帝 为他们的计划背书 为他们下埃及 寻找理论基础 他们不是把自己的计划 放在上帝的旨意之下 而是要上帝的旨意 服从他们的意愿 弟兄姊妹 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吗 已经有了个人的计划 要到某城里住上一年 做买卖得利 然后找牧者征求意见 真实的意图自己最清楚 找人为自己的计划背书 人啊 一旦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上帝白紫黑字的律法 与他已经形同虚设 叶利米将生死祸福 成名在会中面前 结果他们彻底向先知摊牌 神的话我们不听从 敬拜别省 向天后烧香 是我们的计划 天后是谁 原来天后是身欲之神 相当于中国的宋子观音 巴比伦帝国之所以强大 埃及之所以富饶 究其原因 人家有宋子观音 我们挨打是因为没有生育之神 意思是 犹大王国不是因为犯罪 是因为败错了神 当务之急不是悔改 而是改变信仰 他们不但去投靠埃及法老 也是去投靠埃及的神 明目张胆地背叛列祖的上帝 不过上帝也非等闲之 即可宣告埃及法老的亡国命运 以及反是投靠埃及的犹大人 必要克死他乡 世界之大 似乎没有犹大人的容身之地 事情绝非如此 上帝早已借先知小于他们 留在犹大帝 等候复兴致志 换言之 留在迦南 就是投靠耶和华 以上帝为安身之所 先知苦口婆心地劝勉 不要投靠埃及 那里不是你们的安身之地 但是他们早已忘记 耶和华才是他们的山寨与逃城 上帝借着列强入侵 目的是把他们逼到上帝那里 弟兄姊妹 人人都知道这片土地已经沦陷 这是一个政治专制 法治倒退 环境污染 经济倒退 社会互害 人人自危的时代 于是乎 人们选择逃离这块土地 越快越好 移民潮前所未有的状态 就连基督徒也纷纷加入此行列 而且都是欧美发达国家 名曰 当然是上帝的带领 记得唐从容牧师之前问过此问题 为什么都是上帝带领到欧美 上帝为什么没有带领你到伊斯兰教国家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要说的是 自从亚当堕罗之后 世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沦陷区 请问哪里是假乡 何处是乐园 日光之下没有净土 土地污染 空气污染 食物污染 政治污染 皆因人心被污染 人心不改变 寸土皆地狱 犹大人下到埃及 要向天后烧香 除非是福音移民 否则你移民美国 可能是向自由女神烧香 你移民发达国家 可能是向福利之神下摆 所有吸引你的优势资源 就是你的神 读到此处 你或许会感到被冒犯 但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 世界所有国家 都要被上帝审判 无论是民主 还是专制 无论是发达 还是落后 我们认为 美好的东西 有一天都将过去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好 在基督里的福音 以及永远的产业 专制是地狱 民主非天堂 埃及不是桃城 欧美不是乐园 上帝的审判 无处不在 埃及人的神 不是基督徒的保护 故乡已沦陷 何处可安身 结束流亡的唯一方式 就是在基督里找到家 凡不安身在基督里 将永远漂流 凡不以上帝为家园的 将永远被沦陷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